注意看前方就是广东最牛的池塘了 为什么说它牛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所在的位置就知道了 这些池塘就是广州的列德池塘 对于列德村 我猜应该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它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土豪村 这个土豪村就在小蛮腰广州塔的旁边 前方这一栋就是广州塔了 在广州塔的北面就是广州的珠江新城 也就是这一带 这里是广州房价最高最贵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算是广州寸土寸金基地 但是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池的占地面积有多大 如果按照附近现在十几万的房价来算的话 这么大一块地皮 那个价值真是无法估算了 而且发现这些池塘不及一间 前方是零四大中池 在旁边我看了一下是零四大中池 在旁边还有一间比较小的中池 就是麦式中池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后面还有两间池塘 这两间池塘都是李氏的中池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池塘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了 保守估算应该都有上千个平方了 在一个城市寸土寸金的位置 保留一个面积这么大的中池群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惜意呢 我猜肯定会有些网友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不把它给拆掉呢 其实的话在以前是有开发商想拆掉它的 但是到最后这个开发商差点被人收购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西平开头我都说了 这些中池都是列德中池 要知道列德村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土豪村 这里什么都不多 就是钱多 据说当年开发商跟列德村民商讨 拆中池的补偿款的时候 找到了很多列德村民的反对 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拆迁补偿款给的太少 列德村民看中的并不是金钱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差钱 如果对南方传统文化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中池对南方人来说是信仰的存在 一个民族根的存在是金钱无法衡联的 所以当时列德村里的老人 在得知有开发商要拆中池的时候 他们就犯出豪言 如果谁敢拆中池 我们就收购他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池在广州人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从那以后再留再厉害的开发商 都不敢拆列德中池了 说实话我去过全国这么多城市旅游 也见过了不少城市的CPT 还真是找不到第二个像广州这样这么牛的中池了 好了 这就是广州最牛的中池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显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拍的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转发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